那么这样,我现在先来唱一段 我王先生刚才在说 现在先唱点老的,不同的味道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啊 就是碰到的一个比较困难的是 反而基础性的唱段 大家都唱不好 其实基础性的唱段简单 中国人大道是简啊 简的东西简为美 反而简的东西你要用你的理解去填充它 那么如果你没有你的理解去填充 就不好听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那么我要唱一段安堂热舞 欲清廷 王先生说的一句话是蛮有道理的 这个平坦其实会对人的心理有所影响 有一位曾经说过 他说平坦虽小道也 然潜移默化之功能 无可限量 我说一个小例子 当然这是只是一个家长一段的小例子 蒋月泉老师啊 他是说裕清廷的一个大家 他年轻的时候 在仙乐斯上海的仙乐斯一个剧场 他曾经在说裕清廷这个故事 中间有一段叫天堂夺子 故名思义就是一个孩子有人要抢 两家人家抢这个孩子 你训我们的姓或者训他的姓 抢这个孩子 那天呢 无锡有一个医生 他呢想去到上海的育婴堂 领养一个孩子 从无锡特地坐着车到上海去 正好路过仙乐斯 一颗水牌啊 看到这块孩子 蒋月泉 听汤多字 他激动得不得了 因为在无锡真的是听不到这样的大家 那么他想就是说 我先听完书 我再去领孩子 时间是来得起的 所以BJ忙了一张片 他就买了张票 进去听了 等到听完这一回书 听到的字啊 你强不弹 听关于这个 罗富林尘 大家想一想 他说不灵 其实影响了多少 他的人生 这个孩子的人生 孩子周围的人的人生 其实都会有所影响 有所病 所以就很奇怪 就是这么一回书 说说听书也无所谓啊 没什么好稀奇的 对吧 那么我现在跟我的朋友们 会以聊天说 不听平坦 那明天也不要紧 我说不是啊 如果你会听平坦 你就比别人多一点乐趣 你可能会多一点快乐 快乐可是出钱买不到的 这个不一样 精神愉悦 那么我唱这段安堂任务呢 就是郁清廷里这个孩子 这孩子啊 命运多长 嗯 杨茜茜 这个年了 然后 他的父亲是苏州的 很有名的 其实这个孩子后来是我们 明朝的宰相 深实行 我们平坦你 因为身家是大家 不允许你们说他们的 真名实性 所以改掉了 西妞杰 其实就是后来的宰相 深实行 那么他呢 父亲是当地最最有名的 有钱的 富豪大夫 读到秀才 再不愿意去考虑了 家里也有钱 然后父母很早就过世了 他所以 他就是从小长大 是靠一个总管把他带大 后来就长大了 刚刚结婚三天 跟妻子吵架就出去了 马上马上就一起 收支援我 一下子就走掉了 走掉以后 恰恰在那个苏州的 收支援我当地下 后居是狗地 古秋山 地 且西沙隆地 苏州人啊 那种弄堂的名字很奇怪 西沙隆 地 有一个安堂叫法虎 法虎安 他到里面就认识了一个叫智珍 认识了一个智珍天使堂 那么我们后来的剧本会越改 越干净 就是用说说爱 这个就不要说了就改 那么改到后来 他就跟智珍呢 就是生了这个小孩 但是因为安堂林 这个孩子不能让他长大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孩子呢 金贵生是过时代安堂林 就让那个智珍啊 他说你想办法 让佛婆把这个孩子 放到金家的墙门口 金家看到身上有一个浴蜻蜓 有一个善罪浴蜓蜓 就会知道这是我的补学 结果那个佛婆送去的时候 在路上看到有人害怕 所有人都认识他 就把孩子放在路上 准备过一会儿去抱 哪里知道这个孩子就被人家捡去了 但是 所以最近帮我们新的了 捡他的是个豆腐店的老板 这个孩子将来可是宰相也 很出心无悔啊 苏州人说 这传统书里会有很多这些内容 你养不住啊 养回去家里面就天火烧 T-Hop set 那么队伍抵开豆腐的 豆腐 他说 这个孩子没来之前啊 你多多想整个队伍 吃着吃着吃着 吃着吃着 大咖善言嘛 始终各个社路一来 故事各个社路在 主门背那个社路不想着 队伍不想着 队伍不想着 怎么着这个队伍 书给 马河太 房子们天火烧 豆腐们卖不掉 那么这个孩子就没办法了 好 准备 这个孩子说 哎 宋人啊怎么样 路过一个当时的苏州之子 恰恰老夫亲陪孩子 买了这个孩子 带回去养 哪里知道他是个清官啊 整季在里苏州正好发灾 整季在里四开国库 好了完蛋 他薛之未美 这个孩子喜欢到什么地方 从里回去 几个月啊 马上帮他一岁做衣服 做到十六岁 老先生自己没得做官啦 孩子的衣服可做得好啦 要借钱 好 恰恰就跑到 他父亲的家里去接 因为父亲已经过世了 那个姬母在堂 姬母跟那个父亲 其实成功了三天哦 是一个力不天官的女儿 现在说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女儿 是这样一个 那个小姑娘也很不高兴 然后这么多年 大概到到十年之后 那个孩子来借钱 因为他们的总管一看说 哎呀 这个孩子的脸怎么跟我们大爷一样 所以跟那个苏州支付说 你要借钱让孩子来借 我家娘娘看到她的脸会借给她 但是没告诉她原因 孩子去了 惊大娘娘一看哭了 这个跟我丈夫是一模一样 而且那孩子穿了一件 居然是她丈夫出去时候 穿衣服的颜色都一样 这是冥冥当中的事情啊 很奇怪 所以他就说我认你做干儿子 你家要多少钱我来 你就在我家里吧 孩子就留在他们家 然后他的那个养父母也住过来 听堂夺子就是孩子十六岁那一年 忽然他们发现有一个女人 在山子下面有一个御蜻蜓 金大娘娘一问 这个女人就是豆腐店里的亲戚 这个御蜻蜓是我老公啊 我丈夫出去时候带出去的 那一定是有话去一盘问 说一个孩子 一个男孩 身上有血池都在我们家 孩子不知道 反正有人买去了 说是山洞里 不知道哪里的 反正卖走了 金大娘娘马上发现这个诗句 叫孩子去想 原载一想出来 我不是徐家的孩子 我的母亲在法华安 叫智智 安堂任务这段唱 就是这个孩子 详了学术以后 他瞒着金大娘娘 就瞒着他的养树母 自己出来 去找母亲群 这一段 这一段 是山洞里的养树母 这一段 是山洞里的养树母 这一段 是山洞里的养树母 把我恨住去, 往回生物体, 喵喵, 黑黑儿, 泪儿。 十字幕 李宗盛 就靈敏 高空 神 说脖子也许学识 我无情而已 真正也无大情生 是路逆足央不住 是路逆足央不住 不住家庭 通车恨人心 是路逆足央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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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逆足央不住 ç把豐天赏处 阿伯比蹦亡无情 华谷飞 只要打 哎 门 第三堂的舞呢 其实是我们平坦演员 进平坦学校要学的讲调 讲乐全调 这个学了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是你的转腔的流畅度会学到 那么我们现在慢慢慢慢 去唱的过程当中流失掉了很多东西 我后来一直在听蒋月全老师的那些木音讲座 他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平坦什么唱叫好听的 什么唱才是好的 一个手 一个手 每个人都有一个手 一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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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是手结束了 它体面的人 soit 黑inho 常说是 鹤鹤っ loud こんな双生 有得再吃 一群羊肉 一群肉 十熟 这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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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晓晴老师的削调 会听出来 大家听出来更讲调 完全不一样 那薛晓晴老师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是个大家 我们平坛演员 以前这个琵琶三弦 其实很简单 超级简单的 就是别人一唱 我的琵琶就停了 我不弹了 等到你唱了我再弹 这叫背口琵琶 从薛晓晴老师 他是一个华时代的变歌 上手 就是我们拿三弦的男生 叫上手 跟生活当作的上下手 反一反 我们平坛 我女的总是坐在下手的位置 这叫下手 生活当作这是个上手 这是个下手 那平坛演员为什么呢 因为三弦是这样子 拿着 坐在这个位置 手指里 难看的 所以她坐在这个位置 还好看 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那我这个下手 下手穿旗袍 拿琵琶 上手穿长衫 拿三弦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标配 比那个鞭子配处 这样子 那么薛晓晴老师呢 他是一个很风靡一时的大家 我们现在如果去找到老唱片 百代公司的那些唱片什么 经常会找到薛晓晴老师的唱段 我后来接触上海音乐学院的几位教授 因为我们现在平坛演员很奇怪 他说 唱四连 这个火龙 不灵的谁还唱 就是嗓子破的都能唱 结果音乐学院的老师告诉我 凡是嗓子破的都不能唱血调 他说为什么 帕瓦罗底HIC啊 HIC之王 对吧 音乐学院曾经请过薛晓晴老师去做讲课 他说没想到 他等一下连着三个HIC 他根本就不吸气 随便来 他说这才是了不得 什么 原来平台里面HIC这么多的 因为他有大条 我们薛调里面 他其实是很有变化 我们平淡演员必要学 为什么 刚才讲的要是有流畅 有音乐性的学 薛调不一样 薛调是爽快的 平淡演员的口径很重要 我们只靠语言 如果你嘴里面没有力量的话 听不出来 小范围还可以 如果我像今天不拿话筒 我们现在国内很多年轻的演员 你不拿话筒他已经不行了 在下面是听不见的 他因为拿换了那些小的麦 然后是这些很轻的 然后放出来声音很大 那么薛调不会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练 他就说练好了就好 薛小青老师呢 有一次我听到 那个舒伯特的一个小叶曲 他的主旋律律是 当地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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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 去拿这个东西过来 但是他说 那一代蒋悦全老师也好 薛晓清老师也好 他们都听西洋乐 所以刚才汪先生说的 最高点是通的 其实确实是这个道理 是通的 蒋悦全老师最喜欢的是 平特老师对的低音 所以他的讲调里 会有那些东西下去 而薛晓清老师他不一样 他会听另外一种西洋乐 他当时在我们平潭界的地位 他是在我们中国的话 1930几年能够开小轿车的 非常少 他是我们平潭界第一个 老早就开了 可是我叫Astic 小的小汽车 开一辆小汽车 然后他家里面 我们大陆的一般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的 就是说家里面用冰箱 是上个世纪80年才 但是薛晓清老师 1927年他们就开始用 德国的西文字形象了 所以他们就 其实就一直在前面 因为他的各方面的条件 都允许他 而且他们是追求时尚的 不久前我碰到一个书画家 叫高士雄 我们现在上海的90多岁 他是一个金史家 后来是喜庆 很有名的一个老先生 他说曾经他去听薛晓清老师一号 听蒋悦全老师一号 他说他们一些书画家都是买票 一张包十张票 这一排 然后就是今天你有过 胡乌凡啊谁啊 就是你有过你去听 你没过他去听 就唐云啊什么一批 结果他说 你不知道 那时候你们那些平台演员 那些老师在台上 蒋悦全呀 薛晓其他说 他们身上的袍子啊 长衫啊穿着 哎呦 哎呦 今儿竟然遇见 我自信个子 我们再去做一句 哎呦 谢谢去用一下 我也去做一句 他们都是跟着平台演员 在做袍子啊 做这种衣服 然后他说很奇怪 因为我们说书先生 其实他是这样 就看小说一样 下回一份前 对不对 明日清早 每说到最最要紧的时候 明日清早 今天没有了 明天听 明天你再买票进来听 那么我们老先生 也都是讲明日清早 那么有时候 之前我们在上海的话 他们不是 两个演员从头说到底 他们是一个下午 有四当演员说 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 换人的 那么这个是 很有竞争力的哦 好的演员 观众就跟着你走 因为他一天要赶四副场子 五副属场子 就这样赶来赶去 所以他的速度才这么高 还要唱电台 对不对 那么 差的演员对吧 很可怜的 如果不要 蒋老师说 我今天这段场子 我是做第一场 我下一副场子 我就说第二回吧 第一回我再说 说到最后 龙庆在世代给他 明的庆展 他站起来走了 他说蒋老师的习惯 就是走之前 会眼睛对下面一看 他说你不知道 我们下面一看 他才对我看 我就跟着他走了 结果哗 全部跟着走 他说我到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不是对我一个人看 他对全场的观众都看了 自作多情 那么以前我们平坦的书场里 还有好的那些 现在是也是很早以前 其实他就已经开始用空调了 那个时候根本就是 解放前吧 没有空调 他们已经书场 以前是比较好的条件 像蒋老师他们 那个书场里还有买点心吃的 而且那个点心哦 真的特别好吃 现在说 我碰到很多我们的那些 粉丝老粉丝 他们说 哎哟 老个人画听饼 那么谁是跟着 这个样 小时候就是去吃吧 哎呀 在那边上 不要吵吵买点吃吃 然后就在那边吃了 然后听听听 就听会了 所以这个 这个是有点意思的 有一次一个小笑话 蒋岳全老师跟王伯英老师说书 就在说那个郁清福 蒋老师说的是一个 丫鬟 丫鬟 那他的下手呢 在说的是一个主人 那么一个丫鬟要说 娘娘要喊的吧 娘娘就要喊他 娘娘 然后那天就买点心买小笼包 拖着盘子进来 那个下手呢 不认真的 他在看 那个伙计钱算不清楚 算来算起 没算清楚 两个人在搞一个观众公里 找的不对 一个说哎呀 我找的对的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们王伯英老师啊 年轻啊 才大概二十岁这样子 台上就看 我看他们 蒋老师在喊 娘娘 娘娘 喊了两句 还在看 蒋老师 哎哎 你给你带着 他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就是说 在我们现在的小演员就不一样 他通常台上有时候忘记了 不太脸红 因为我们现在的观众 我有时候说你们太好了 不可以这样好 演员其实要观众批评 观众要提醒 我小时候 我演出的时候 我碰到过徐希伯老师 他们是昆剧放连的 徐丽云的孙子 他会跟我来说 哎呦 你们平南界的杨真雄老师哦 年夜饭吃到一半到我家里来请教 我爷爷哦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的艺术才越来越好 那我们现在小朋友 有一次我陪了一个 一个有名的作家 歌迪曲听平南 听到文团 你票价也很贵 小青年在台上唱错了 观众在说 妹妹啊唱错分也搞 送心妹还走 唱错不要紧 你重新来 这个妹妹第二遍又唱错 然后我说你叫她重新来 她一辈子这个地方老错 因为演员会有惯性的呀 老错这个地方 你然后第一天板着脸 骂着她 她一辈子以后再也不错 她会警示 那么偏偏就是我们现在的观众 我说你们不可以这样 把她们都宠坏了 小孩子老错 现在不脸红了 错掉了就 对不起啊 我是吐她早餐 我就很难过 我又有时候我在向天 我头都这样子 为什么我抬不起来 这个很难受 但是也没有办法 现在因为我们的老师们 他们会说 小朋友来学平南不容易 哎呦 对啊 我没开 我说不对啊 以前学平南都是淘汰率很高 要聪明孩子的呀 现在说 哦 那书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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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说不好的呀 这个 对不对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聪明孩子 过了大概 大胆到现在 大概十几年哦 一直是这样乱七八糟的孩子 来学平南 最近 就是我有时候在学校里上普及课 中学里啊 大学里上普及课 慢慢总算 觅到了几颗稍微好一点的苗子 读书也好 聪明 聪明的不得了 一学就会 哎呦 我想这样还不要紧 要不然玩啦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很急 怎么现在台上唱的东西 都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会说 完了完了 你们给他玩了 我们一年就听一次吧 就就就就希望文化平台 你们多演演 我们还有机会听 就是我们是业者 我们会难过 我们会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国家给的钱很多 超级多 但是可能用的地方还不够恰恰 浪费 浪费了 不少 那么所以我说我现在 我们到这边 我说 这边嘛 要听 平台还不得有机会听 上海的鱼的听 也非得听 这算你啦 这个不对等啊 有时候 对吧 所以就是说 尽量多做一点普及 我说可能会慢慢有点效果 也不能急 急不来 慢慢慢慢 让它恢复一点 也是好的 那我接下来唱的 就是学小青年 来听听看 紫渊夜叹 红楼梦啊 不用解释了 大家都知道 但是这一首词 其实写得蛮好的 有一些段中间有几句词 是不让说的 因为我觉得有点颓废 但是现在听听 我觉得还可以的 也能够唱 观众也能够理解 而且词写得还蛮透的 这个词大凡 都叫一个人 谢谢珍珠塔 马如飞 是个秀才 所以他的词是写得非常好的 谢谢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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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鼠 心跳跳思想不深思 一位冬心冬意的鼻子 音乐 探到楼窗被随不眠 够当铁仙一身 喇喇喇喇 想去哪 狗娘 令终于心一心 令神 哀 怎不要 令终于心 一狗狗 我当狗 都生了 一狗狗 冰塌人人自身 一狗狗 刺一狗狗 下来 下来 一狗狗狗 找到生死了 一狗狗狗 冰塌人人, 一狗狗狗狗 一狗狗狗狗 一狗狗狗狗狗 一狗狗狗狗狗狗 那竹飘飘 一狗海 下山風雪 去哪兒 一狗海 浮長風 誰雪嬌 一狗儿 失去黑鸟 塞举行 一狗二狐,一狗二狗,一狗二酥,一狗二悲名不,一狗二十度有,一狗二伤心,一狗二狐 一狗二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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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 吃屎破衣 這理性完整有固有 狗娘啊 口聽你 一生小悲吃心偶 堅持你 似誰玩修行不悟 口聽你 玲瓏為之為好趣 鼻子呢 往頭龍中 一眉生小悲 深深思想雨后翅膀 这样啊一会去都不舒服 可她们风吹龙儿女故乡 用花龙丝旧意不够 今花水月冬夜 心苏光烟涌一世 那大风心七尘 这阵子的花 哈音中好夢 哈夢四十 一彎是好別鬼心 地球 欧波 永 哭 这句话非常好 这是一个清朝末年的修台 对 所以这个我们平台很多次都是跟这一些分不开 没有这些文人的参与 这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我接下来呢 抓紧时间 最后还有你们要问的问题 我来唱一首姜诚子好不好 姜诚子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最近和我的当然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一个普及工作文化平台 做了几年了 做了6年 今年17年 我们为什么要做呢 我们就是发现推广的困难 你就这样去说个传统书啊 因为郁卿廷啊 他不关心的 郁卿廷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他不关心 但是唐诗诵词大家都学 小时候都要读 那么读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去唱一唱就比较容易推广 另外一方面呢 我自己也是有私心 我自己也是有私心 因为我很喜欢 东博斯巨师的作品 我接下来唱的一个流派呢 江振兹的叫羊鱼调 是什么呢 无评单是分二十四种流派 为什么我刚才说有二十三二十四 因为某个流派的话 官方没有承认 观众倒是承认的 那么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 哦二十三有时候说是二十四 那么平安为什么到现在 应该说还算长胜不衰 虽然是有一些观众的量的下降 他能够比较还有多的观众 是因为跟这些流派有关系 我们有二十几个流派 这好像是中国任何的剧曲种当中 都不太具有感 那我们现在要把音调下来 这首词呢 因为当时诗词 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很感动 哦 这样一个大王豪 感情生活这么的蓬勃 王佛他的妻子 结婚十年以后过世了 那么应该说王佛是个贤妻哦 东坡先生在那个时候 他以为那个妻子是不一定 绿色无彩辨识的 不一定有这么有文化 但是居然就是东坡先生 有这种写的东西 他会来指 哎这个地方这样可以更好一些 所以他们的应该说是康里情深吧 很可惜十年之后他就往生了 这一首呢是又过了十年之后 舒适写的 某一天 郑瑞金宝 每天半夜就写了这一首 我是因为看到我 我自己觉得很感动 那么我呢 就选了这个流派 为什么选这个流派呢 杨振雄先生 是我们平坛界的 应该说艺术上市 也是个最高峰 雅致到极点的最高峰 他的角色的齐洛 俗的角色可以借武大郎 长三一丽 人一矮 矮不顿下去 活生生的一个武大郎 武的角色可以借武松 我们大陆的一个 京剧的名家盖焦天先生 在下面听了他的狮子楼 是有感触的 特地他的戏有所感触的 就是因为听了杨先生的书 杨先生他的学问非常好 他写了很多篇 长篇 长生变 平坦的长生变 他在懂西乡 王西乡啊 那个基础啊 之前我们平坦青 已经有改编本了 大家知道那个 男杂局就几页制啊 这个西乡起开几页制 我们平坦说八十个小时 梁振雄先生说了八十个小时 那么上海电台是有录音的 这个八十个小时 可是每一句废话都看 他的人物的塑造细腻之极 人物的内心刻画也是细腻之极 我说一个题外话 平坦刻画人物是会怎么刻画 我就举一个我们唐跟梁老师说的三国里的一个小的刻画人物啊 他是在说曹操周瑜火烧痴笔以后嘛 那个时候是说周瑜再找 再找找找找找找找 他当时有一个透风给他 再找他 以后我要告诉他 就是说你帮助了我吃我 使我就是让曹操啊 吃了下风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平坦里要塑造周瑜 周瑜还有一点人情味哦 你听周瑜在找这个人 想要报答他一下 他回过来说曹操了 他要怎么刻画曹操 他不去判断曹操怎么坏 周瑜怎么都不判断 因为这个书里随着他的书进展 人物的位置一直在变坏 无所谓这个好那个坏 都是一直在位置有所变坏 他说曹操当时火烧之类他逃出来了 逃出来了以后 那个没有人带着他了 曹操就很急 有人就救他 曹操坐在船上 当时啊 那个船在逃的时候 因为大家士兵也想逃啊 大家都跳到 就抓着那个船 所有的手都抓着那个船行 跟着你的船一起往前走 人越来越多 开头的时候曹操没有让你们抓他 他没有介意让你们抓 当他发现越抓越多的时候 曹操就对带他的将军眼睛一看 平坦地就送他 再次你真有空 我的自家军拎得起 拎得起 放进哐哐 保健哐哐 三百数 平坦都是虚拟 没有真的 没有保健 把车里 杀 就这么一个细节 曹操 他这个人物就出来了 我不负天 就是我不负天下人 所以平安是这样 他是通过细节刻画一个人 所以他即使 你听听啊就一个细节 人物出来 那么《西象记》里面是 诸多这样的细节 刻画英语 刻画后面刻画长生 他在有宋敏的时期 那么很可惜的是 杨振雄老师过世以后 他发明的叫杨调 杨振雄调 他是借鉴了许多坑曲的东西 非常多 他表演的形式也借鉴了 所以听他的特别多的观众 就是大学里的教授 特别多 那么 他的艺术是整体性的 不仅仅是唱 弹 还有说 它是一整套的 所以很可惜的是 我大概到了 这个平坛这个行业里面来 就是最近这二十年 我眼睁睁地 我看到 已经有十几个流派的音乐 整体消失 这个真的是可惜 这个是没有办法 你去全盘继承的 它要找真的是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思想 有这样的思维 有这样的天赋 天赋重中之重 你才能去继承它的艺术 而且要发展 所以这个是因为很困难 所以这次我做诗词的时候 我就想看到这首词 我觉得用洋语调来唱它 可能更能表达这个情感 请大家听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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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Sensu Liam Mang 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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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 辞 辞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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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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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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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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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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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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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